以圣经为根本,以真理做依规 认识所信,持守所信,活出所信,传讲所信 这是每个基督徒生活与侍奉的基础 两有圣经学院,基督教教义,周广亮牧师主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基督教教义第六课 今天的课题是圣经的正典 讲到启示论里面的关于圣经 首先我们提到正典,点击的点,政治的正 那么基督教教义第五课到第八课 这四堂课呢,我们都是看圣经 我们从启示论一二三四四堂课 看神的话语圣经 上一堂课呢,我们看过神的末世 圣经的本质 那么下一堂课呢,会看圣经的内容 在第八课呢,我们看圣经的解释 这是建立我们整个信仰 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真理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如果在圣经的启示论里面,正典方面有了偏差的话呢 以后所探讨的所有的信仰的内容 教义的真理呢,都会有偏差的 我们也存在一个谦卑的心 仰望神的灵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新旧约圣经 共有六十六卷书 旧约呢,有三十九卷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 新约呢,有二十七卷 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 六十六卷书 合共呢,有一千一百八十九章 当然章节呢,是以后人们加进去的 它不是神末世的部分 可是对于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有帮助的 十三世纪的时候,有人开始分章 十六世纪的时候呢,开始分节 旧约圣经呢,有九百二十九章 新约圣经有二百六十章 整本圣经的作者 神所感动使用的人呢 我们说是四十多人 前后的时间呢 大约是一千年到一千五百年的时间 写成的这样的一个书籍 六十六卷书 它是讲一个主题 那就是耶稣基督拯救世人 下一堂课 第七课的时候 我们会再用短短的半个小时 一堂课的时间呢 来讲解圣经的内容 今天我们看正点 正点是什么呢 其实这是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 它的起源 第一起源就是 希腊文叫Canon 英文的拼音呢 是K-A-N-O-N 或者也有使用C字头的 C-A-N-O-N 那么Canon指的呢 就是度量的工具 什么是度量的工具呢 最简单讲呢 就是尺 我们量东西的时候 那个尺 Canon这个正点呢 以后就引申出一个意思 就是形式的准则 所以正点呢 可以说是一个准则 可以说 它本来的意思是一个尺 好了 这是正点的字的起源 而它的意思发展在圣经 跟我们基督教的教义信仰里面呢 是从第四世纪开始 第四世纪开始呢 用来指我们圣经了 公认的圣经经卷 就被称为 是这个尺 或者是准则的Canon 我们说的是正点 一本书 它是不是正点 也就是它是不是圣经 这就是成为一个准则 成为一个标准了 使徒保罗写了很多信 但是呢 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前书 哥林多前书之前写的信 它不是圣经的正点 使徒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 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之间 也可能有一封信 虽然是保罗写的 但那仍然不是正点 从第四世纪开始 就定出正点这个字 用在圣经作为公认的圣经经卷 现在呢 就指符合标准和规条 被认为是有权威和典范的书卷 成为我们生活的准则 简单的意思 那就是作为圣经判断的标准 正点 在考虑正点的时候呢 他有几件事情需要提的 第一就是 自己本身内证真确 自证真确或者是内证真确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圣经的书卷在写成的时候 已经有正点的特性 因为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呢 不需要教会的会议去决定 但是教会的会议能够认出圣经正点 那么这就证实 神自己呢 是在圣经的内容方面工作 也在教会的领袖 在教会的心目当中去工作 这是圣经内容的自证真确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弟兄姊妹 等一下我会解释 第二方面 考虑正点的时候呢 牵涉到人的决定 人的决定 哪些不是神所默示的书卷 必须由教会的会议来做出决定 像我前面说的 保罗写了很多封信 只有十三封信 是新约圣经的正点 是神默示的话语 有的 其他的 就不是了 还有第三方面 那就是正点的完成 正点的完成呢 是从主后 三九七年 三百九十七年 也就是前面讲的 第四世纪开始 指圣经 公认的圣经经卷 这个正点的用词 这是这个 加太基会议 主后 三百九十七年 教会 便看圣经正点 已经完成 不会再有书卷 别的书卷 被列入圣经的正点了 所以呢 就算我们发现保罗其他的书信 那也不是正点了 因为受默示的不是作者 而是作品 这句话也很重要 那换句话讲 不是彼得所写的所有的书信 都是正点 而是彼得前书 彼得后书 这两个作品 这两卷书 是神默示的话语 所以刚才讲的最后一句话呢 受默示的 不是作者 而是作品 早前美国的 回顿大学校长 巴斯威尔博士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 我确信 人类关于圣经书卷 汇集的记忆 如果是意外的消失的话呢 这六十六卷书 假若散失在浩瀚的各地的图书馆里面 他相信呢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人们也能够认出 这六十六卷书 是神无误的话语 什么意思 就是 如果人们完全不知道 圣经有关的知识 把六十六卷书 正点 拆散在全世界的图书馆里面 当人们阅读他们的时候 很快能够认出 这六十六卷书 是神漠视的话语 他们是正点 他的内容 证明 他是神的话语 好了 这是正点的概念 现在我们分两部分来看 新约正点跟旧约的正点 我们先看旧约的正点 旧约的正点呢 它本身的证据 首先是来自律法 你从经文本身就知道 它是有绝对权威的 有神那种无上权威的内容跟表达 很多的经文提到摩西律法的权威 比方说你读 约书亚纪一章七节跟八节 约书亚纪二十三章六节 列王纪上二章三节 列王纪下十四章第六节 列王纪下二十一章八节 二十三章二十五节 以色拉纪六章十八节 尼西米纪十三章第一节 以及但以理书九章十一节 等等这些经文的时候 你都会从经文所表达的内容看出 摩西的律法有无上的权威 这是从圣经里面所表达的律法 本身的证据是神的话 我们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有圣经的话 跟我打开 约书亚纪 也就是摩西五经之后的一本书 约书亚纪第一章第七节跟第八节 很多人都很熟悉的 那里说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 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这里提到律法 然后接着第七节的下半句说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通 凡事顺利 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所表达的内容和那种信念 是至上的 权威呢 是绝对的 所以刚才所介绍的这几个例子 律法书在经文里面呈现的时候 他那种的信念跟权威 本身证明他是神的话 这是第一方面 旧约正典证据的第二方面是从哪来呢 来自先知 先知 旧约的先知呢 宣称所说的话是出于耶和华 是出于神 因此他们讲的时候呢 是带着那种把生命都摆上的确信 在圣经里面 你看他的内容的时候知道 他被认定是具绝对权威的 我们可以比较 你看一前一后 圣经里面先知所讲的话的应验 那种内容的权威呢 让我们知道先知所说的话呢 是出自神 是神的末世 是正典 也就是神的话语 有笔的听众朋友 请你记一记 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 六章二十六节 和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 做一个比较 列王记上十六章三十四节 和约书亚记六章二十六节 然后是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 二十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三节 和世诗记的第二章 世诗记的二章八节和九节 做一个比较 还有历代之下 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三十六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和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 以斯拉记一章一到四节 做一个比较 以及 列王记上 十三章三十三十二节和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七节 做一个比较 最后再参考 但以理书九章二节 九章二节和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 二十五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做一个比较 这一前一后的经文比较能够看出来的是什么呢 在一段时间以后 之前先知所说的话 在之后的应验 讲到先知他所宣告的话 的确是出自神 在旧约圣经呢 他就把神的心意加以表明 具有绝对的权威 我们举个例子 在列王记上十三章三十二节那里说 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波特利的坛 和撒玛利亚各城有秋坛之殿所说的话 必定应验 那这一章列王记上十三章 是非常奇妙的讲到一个神人 他预言将来 大魏的家里面后裔呢 必有一个人做王叫约西亚 约西亚呢 他必定会将秋坛的祭司 还有这个拜偶像的坛呢 清除 这是列王记上十三章第二节的经文 然后呢 到了最后 有一位老先知就讲到 这个先知所说的话 指着波特利的坛和撒玛利亚的秋坛呢 必定会应验 这是列王记上十三章 先知所讲的话 那他的应验在哪里呢 我前面介绍的经文里面说 叫你看列王记下 二十三章十七节 在二十三章十七节那里就讲到 的确 约西亚做了王 而且约西亚做宗教改革 当他做宗教改革的时候 他就清除波特利的坛 二十三章十五节 一直到十八节 都是讲这件事情 那中间呢 就有这样一段话 十七节 列王记下 二十三章十七节 约西亚问说 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 那城里的人回答说 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 预先说 王现在向波特利坛所行的事 这就是他的墓碑 那这段话呢 其实是前面 列王记上 十三章 三十二节 所记载的 听众朋友 你抽十分钟的时间 单单是看 这一前一后的两段经文 列王记上十三章 和列王记下二十三章 你就会发现 所讲的是 先知的预言 必定应验 也结果呢 应验了 特别留意 刚才那里所说的 二十三章 列王记下二十三章 十七节的中间 先前有神人 从犹大来 预先说 先前有神人 从犹大来 预先说 所以这些经文 都讲明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先知所讲的话 记载下来 到后面 再记载 他的应验 意思是什么 就是出自神的话 必定应验 他是有绝对权威的 这是旧约圣经的正点 他的内容 是神的末世 是绝对的 第三方面 旧约的正点呢 我们参考 这个古代的一些资料 我们说考古资料 考古资料的证据 讲到考古资料呢 在二十世纪 有一个最大的考古发现 或者说最大的发现之一 那就是四海古卷 这四海古卷呢 是一九四零年代后期 发现的 里面呢 有五百卷的 这个古代的羊皮卷 五百卷里面呢 关乎圣经内容 也就是抄写旧约圣经的呢 有一百七十五卷 其他的有一些是当时 这个爱瑟尼派的 这个信徒 他们的生活 有关的记录啊 等等一些宗教的一些文字 五百卷里面 有一百七十五卷 是旧约圣经 那么旧约很多的书卷呢 的抄本都在这些四海古卷里面 除了以斯帖纪以外 所有的旧约书卷都在四海古卷里面 那这个能够证明什么呢 就证明了这是二十世纪发现的 它是两千年前 耶稣那个时代 或者耶稣时代 稍微之前的 两千年来 旧约圣经的内容 没有一些差错 在抄写的过程当中 几乎是没有差错 也让我们知道 在两千年前 人们对旧约圣经的 那一个神的话语的认识 也就是除了以斯帖纪以外 这个考古的资料里面 全部的旧约圣经都在当中 这是考古资料的证据跟参考 另外还有其他的证据 就是犹太人的著作 犹太人的著作呢 像很著名的 我们说肥罗的作品 他大概是主后四十年的 这个作家 他提到 这个旧约圣经 有律法 先知的书 还有诗歌智慧书 还有耶稣时代的 这个历史家 约瑟夫 约瑟夫大概是 主后三十七年 到主后一百年的 历史学家 他认为犹太人的圣经 只有二十二卷 而他所讲的 犹太人的圣经 二十二卷呢 就是旧约 按照犹太人的分法 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圣经的 旧约三十九卷书 另外还有所谓的 遍希拉之讯 亚迈尼亚 这些有关旧约的 这个或者是犹太人的 宗教的这个典籍作品 在这些参考当中 是我们发现 旧约圣经的确是神的话语 他的正点是确立的 再回到参考新约的证据的时候 耶稣基督 他直接引用旧约 新约圣经的作者 引用旧约 还有 耶稣基督讲到 旧约圣经 神的律法 一点一话 也不能废除 这是圣经正典 旧约方面的情况 然后再看新约圣经 新约圣经的正典呢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探讨 首先是权威的问题 另外就是新约圣经正典 成书的过程 这个我们要认识一下 权威指的是 它的独特性 从马太福音开始 一直到这个启示录 如果要成为圣经这个正典呢 书卷必须有内部的证据 显示它的独特性 来证明 它是神所漠视的书卷 另外 必须有权威性 这个权威性指的是 正典的书卷 必须具备以色列 立法的先知 或者领袖的权威 从新约圣经来讲呢 正典的书卷 必须具备使徒的权威 也就是 正典的书卷 必须是使徒所写 具有使徒的印证 带有使徒的权并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 马可福音 一般都相信 马可福音的背后呢 是彼得提供的资料 而使徒保罗 他所写的 是有使徒权并的书卷 那么路加所写的 像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 人们也相信 路加很多的材料 是直接从保罗传福音 或者是跟保罗 一起侍奉所得来的 还有一个要参考的 新约的正典 那就是教会接纳的问题 所有的新约的书卷 最后都被教会接纳 而这个接纳呢 最后是在公元后397年 我们说的这个 加太基会议以后 所有的教会的圣经学者 还有教会领袖 公认今天所有的27件书 是神所漠视的话语 简单来讲 新约正典的过程呢 首先是使徒时代的见证 这个是在圣经书写的 新约圣经书写的那个时代 但是是不是那个时代 所有的人都能够认出神的话语呢 我们也相信有一部分 是已经认得出的 比方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 一个经文例子 那就是前面也提过的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 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 引述了生命纪旧约的摩西五经 五章生命纪五章四节 但是有意思呢 同时他也引用了 路加福音十章七节 将路加福音十章七节 和旧约的生命纪五章四节 同时看作是神的话语 这是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 给我们的参考 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使徒彼得对保罗所写的信 重视的程度达到圣经正典的地位 参考的经文是 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 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 这个正典呢 在新约成正典的过程是 分了大概三个时期 最后才到第四世纪 第一个时期 就是刚才所提的使徒时代 第二个时期呢 是主后七十年代到一百七十年 主后七十年到一百七十年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教父承认全部的圣经 二十七节为正典 但是也因为这个时代有一端 我们学教会历史的时候知道 主后一百四十年的时候 有马吉安 因为他所承认的这个圣经正典呢 不是这二十七卷 在当时第二世纪的时候呢 讲到马吉安的异端 跟圣经正典有这样密切的关系 也因为这个缘故呢 我们在讲这个基督教教义的时候呢 这一堂课讲启示论的时候 讲圣经的正典 因为在今天很多的异端 也是将新旧约圣经的六十六卷书 有的人认为某些书卷呢 不是神的话语 甚至有的人加进去神的话语 所以这都成了异端 在教会历史两千年前 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件 这是新约正典过程的第二个时期 第三个时期呢 就比较长了 是主后一百七十年到三百五十年间 一百七十年到三百五十年间 这个时期呢 告诉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证据 首先呢是穆拉多利经墓 是主后一百七十年的时候 这个穆拉多利经墓呢 就是他有一个圣经的这个目录 他的目录里面不包括西伯来书 雅各书 彼得前后书 不过呢 据说在手稿里面呢 也中断了一些部分 所以呢 他的推测是有瑕疵的 那另外也有类似的 像我们 常常看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呢 会讲到叙利亚的版本 大概是二世纪末 不包括了彼得后书 约翰二书 约翰三书 犹大书 还有启示录 但是他并没有另外增加一个书卷 呃 凑成二十七卷的总数等等 那就是在一百七十年到三百五十年期间 圣经新约正典的相关的材料的讨论 第三个阶段就是旧的拉丁版本 里面不包括了彼得后书 雅各书 希伯来书 但是也没有另加任何的别的书卷 这个过程一直到了主后三百九十七年 贾太基会议的时候 教会一致承认 新约的二十七卷书 是神的话语 是圣灵感动教会经过三百多年的时间 认出神的话语 新约这二十七卷书 是神的末世 这是新约的正典 好 基督教教义 第六课 圣经的正典 播送到这里 谢谢收听 再会 我欣赏你 全能的福 创造天命的主 我欣赏你 耶稣基督 是地独身子 一生灵感与 有同尘 与玛利亚所上 在温流的拉脱手下手脉 为一世自家 受死摆葬 将在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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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在阴前